当时在互联网上卖手机 小米还是第一个 除此之外 小米还以安兔兔跑分的形式 来量化手机性能好坏 向消费者迫及相应的专业知识 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整个手机行业的透明化 2013年 小米退出了胡敏手机 主打低端手机市场 彻底剿灭了市场上的散战机 登上了国内手机出货量第一的宝座 小米一时风口无良 雷军甚至跟董明珠打赌 要在五年内击败特例 从2011年到2014年 小米陆续推出了多款机型 奔造智能手机市场 正如雷军所说 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 小米把握住了移动互联网的浪潮 她的成功也唤醒了大批企业家和出业者 大家纷纷学习小米方式 我去线上向华为推出荣耀 中心推出努比亚 罗永浩创办锤子手机 罗伯成立新公司 运动与家 联想成立神奇工厂 做自UK 小米影响了整个智能手机市场花展 促进了智能手机的平民化进程 也加快了移动互联网的普及速度 爸妈妈有家庭 今天经过小米和众多手机厂长的努力 博山手机做得越来越好 甚至在国际市场上也大放光彩 互联网红利逐渐退去之后 手机市场开始进入证明交流 有人将会属于门口那边看看 左边还是右边往往往 大动对手机有了更高的要求 材质 供应以及性能 都成为重要的考量标准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这一小米的性价点 在手机存置化的今天 好分不再是最重要的 摄像头的拍摄效果 手机的观感触感 收获的即时性等等 都成为用户 选择一部手机的关键要素 2015年小米的发展开始放缓 手机的出货量和营收 又出现大幅下降 到了2016年第二季度 小米手机出货量 直接跌倒了第四 被华为 包裹和微网赶超 一时间舆论自己 雷军也认为 小米崛起的太快 是时候要认真顾客 进入低谷的小米 开始积极反思 深耕技术研究 希望做出更多高质量 黑科技的产品 10月份 小米推出了 MIX全面屏概念计 进军高端市场 手机一经亮相 并引起了众多粉丝热议 桃子的质感 超高的屏占比 巨大的尺寸 小米MIX很大程度上 挽回了其口碑和品牌形象 2017年 旗舰机MI6一经推出 就在市场上一路畅销 四曲面玻璃设计 薄修缸高亮边框 五孔式指纹识别 大几度的手机出货量 超过了2000万台 增长率高达60% 开始在稳住 逐步前进 小米是一个年轻的企业 它才刚刚走过了 七年的历史 然而 在同龄企业中 它可能是拥有 专利数量最多的企业之一 2016年 小米的专利授权量 就高达2895件 即便是有 中国技术创新标杆之称的 华为 也是在成立20年后 才达到这个量级 2017年2月份 小米又发布了 它的首款自主芯片 鸿派S1 属于苹果 三星 华为之后 依自家拥有 自主研发芯片能力的 主流手机厂商 正是由于小米 强大的技术神力 它才能在短短几点时间 获取品类繁多的产品 我们知道